好 持續再來看到是台大的 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針對前國安局長 陳明通的退專進行討論發言 但是這個校方始終沒有正面回應 不過現在被爆料 沈學隆有大哥不高興嗎 現在在處理林志堅抄襲案 爆料遭到國安局威脅 甚至被監控 好 我們請教左教授 首先我想這個問題 第一個我們當然還是要 肯定這個蘇院長 因為在處理這個 處理這個陳明通教授的 這個案子裡頭 其實他一定是面臨到 很大的一個各方面的壓力 因為畢竟就是說 他也可以就是做一個好人 就這件事情就過去了 但是很多 第一個國發所本身 很多的學生 他的名聲受到了傷害 第二個就是其他系的 這個學生 老師也是覺得 他們受到了 一併受到了影響 因為大家都會懷疑 台大的公信力 台大是不是嚴格的監督 嚴格的把關我們的畢業的論文 所以我想我覺得蘇院長在處理這件事情 是真的是 他是為了台大去做這些努力 我覺得第一點我們要肯定他 第二個我還是認為說 我們對於這個國安局的 一般的這些 就是整個文官體系裡頭這些人 我們其實應該也要有基本的信心 我相信國安局是一個非常有 素質非常高的一個團隊 我不相信國安局的這些 這些公務人員 會採取這些做法 那當然他既然今天 蘇院長竟然講了這個事情 我覺得其實蘇院長 其實還是可以採取一些具體的行動 向有關單位去檢舉 到底是哪些人去跟你去談的 到底這些人是誰 那他是代表誰去談 還是說根本是一個 中間想要跟這個陳明通教授 建立好關係的這些人去中間談 他到底有沒有得到有關方面的授權 我覺得這些事情都可以去釐清 我覺得這個問題 其實還是必須要嚴肅的對待 像目前的這個政府 雖然我們大家認為說 民進黨政府 他有很多的做法 大家是不相信他 但是這個牽涉到 整個文官團隊的一個公信力 所以我真是也是呼籲民進黨政府 要真的是鼓勵蘇院長去提出檢舉 到底是哪一個人去跟他談的 那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我覺得才可以 我覺得這樣子 不只是說是保障蘇院長的一個安全 而且也還國安局的一個 國安局的一個清白 但我覺得進一步來說 其實陳教授呢 也真的 我也是在這裡 之前也在這個節目上也呼籲過他 他其實還是應該公開的 向社會來表達一個歉意 我覺得也不要再讓這些其他的一些人 繼續去參與在這個事件 所有的事情就按照法律的程序去處理 然後再不管是懲處案件也好 或者是他的個人的退休的程序也好 我相信就讓法律程序走 一定會有一個公正公平的一個處理 我覺得這一點他自己擔任過國安局長 擔任過陸委會主委 都是在政府擔任高階官員 應該要對這些法律的 法定的程序 法定的程序要有一定的信心 我想如果他沒 如果他這個能夠在這方面講清楚 也不會讓其他中間的人去影響 這些要處理法定程序的人 那當然就不會有這些其他 這些是是非非出來 也傷害到政府的一個公信力 那最後我覺得也附帶一點 因為國安局說 這個LINE是不容易被竊聽的 對 因為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有人來表示說 局裡頭看到LINE 那麼他壓力很大 那國安局說 這個LINE公司早就宣布 沒有任何人可以監控該公司的設備 依法行事 而且就是說呢 如果蘇永達疑似遭受威脅 歡迎檢舉 對 我覺得其實國安局 可以更積極一點啦 就是去聯繫這個蘇院長 就是說到底是什麼樣的人跟你接觸 是不是能夠進一步去了解 也讓社會就是更加 對國安局有更多的信任 我剛剛講說 這個民進黨甚至把幾年前的事情 都挖出來 我講的就是民進黨的這個 中部選區的立法委員林靜宜啦 你們這些人是不是在微微就躁 講二十幾年前 台中市曾經發生的 這個性騷擾這個事件 那當然啦 這個事情台中市政府 當然台中市現在都在查 那問題是你們有沒有想過 現在你們正在發生的這個事情 有沒有想過現在正在 碰到了一個狀況 你們怎麼處理 那當然嘴巴上講說 這個性騷擾事件不能原諒啦 性騷擾這個事件啦 一定是這個從嚴來這個處理 問題是為什麼三個男生 這加害了裡面 包括這個蔡慕玲啊 還有陳祐豪就開始找律師 開始要提告了 還喊告 還有輝哥 也發了這個聲明 現在還有人爆料啊 這個陽明也有寫出來啊 輝哥任職的這個 互為主體廣告公司的負責人 張偉帶還是新潮流某大佬的女婿 所以這證實了 不管是輝哥在內 或者是張偉帶 他們在這個新潮流的這個關係 還有民進黨裡面的這個 黨政的這個背景跟靠山 是多麼的靠視 就是靠誰 當然啦 也有媒體人今天挖出來說 國民黨似乎有承認 縣長級的這個立法委員 也是曾經發生過這個事情 我也跟大家講一下 國民黨自己就有回應 國民黨今天就講 堅決捍衛性別平等 跟女性權益沒有模糊的空間 如果黨內有任何此類情勢發生 國民黨會行 具有的性評機制機 相關法律處理絕不寬淡 那如果是有這樣的一個 曾經擔任過縣長 現在又是立法委員的 這樣的一個縣長級立委 發生這種事情的話 我認為國民黨就開始 跟民進黨一樣開始查 查了確實屬實 因為媒體人有告 媒體人有這個 今天有爆料出來 那也有開始有媒體報導 這是最新的國民黨第一個 有這種現任的立委 有這種狀況的話 那就直接開除黨籍 沒什麼好說的 然後依法 就是直接用法辦 當然啦 這種事情要當事人 已經爆料出來的嘛 那直接就是法辦 你們現在想要把藍 還有這個橘跟白 還有五黨籍的 打成跟你綠一樣黑 問題是你綠兩天四起 昨天還有人在製圖 用訪那個以前 這個疫情指揮中心的那個梗圖 來做一個說 今年已經兩例了 然後已經累計三例了 然後會不會有校正回歸 在那邊捧刺民進黨 那他們現在想要轉移交流 就打成天下烏鴉一般 你國民黨也有啊 你清明黨也有啊 民眾黨也有啊 新黨也有啊 武黨籍也有啊 民進黨最多啦 然後打成藍綠 五白全部好像都是 大家只要是男的 都是會幹這種事情 拜託啊 連都有這個 也有男生和親大的碩士生 挑出來也指控王丹啦 這是跨性別的 性騷擾不是只有男生跟女生 不像蔡慕玲所說的 雄性動物對雌性動物有怎樣 你把人家怎麼樣怎麼樣 煽起火來 隔著門你還要想要人家 把火焦熄 這是蔡慕玲說的名言嘛 那不是只有男生跟女生 男性跟女性之間 異性之間 跨性別也會發生這種事情 問題是 民進黨你處理了嗎 沒有 你傷透了婦女 傷透了年輕人 傷透了女生 傷透了這些年輕老公的心 所以才會有人不斷地講說 這個賴慶德被傷了 所以那個信賴台灣要改成信 信騷擾的信 信賴台灣 這個多麼諷刺啊 不是相信的信啊 賴慶德你要怎麼擺脫 這樣一個泥造 很難 當然他現在傷了這個賴慶德 因為選情都受到影響 救了這個侯友宜 然後這個爽了柯文哲 這是當然好 陳東豪媒體的人就說講的嘛 那甚至有人認為賴慶德 他的幾個票會跑掉 年輕票 婦女選票 然後這個知識分子的 還有中間選票 這四類的選票都會跑掉 所以蔡英文跟賴慶德 才會急於在今天立馬做這些事情 然後可以看到賴慶德還兩度出來 對媒體說這些話 但是有用嗎 你們這些媒體的這個 所呈現出來這些黨工跟黨部主管 幾乎好幾個 都可能是沉浸在裡面 冷漠不處理的幫助犯 或者是共犯 簡直就是政治的摸到極點 今天再來為了選情來急救 我覺得恐怕蠻難的